欢迎收看林巴赫L550E发动机安装测试教学系列视频 这一期视频我们将介绍发动机节气门的四幅传动装置形成校准 光电传感器使用校准以及温度传感器位置调整 将测试台适配器一端连接到测试台 一端连接到220V电源插座 上电后听到滴滴滴三声 指示灯由黄色快闪变为蓝色慢闪 代表设备上电成功 将数据线网口端连接到测试台 打开MAT软件 将数据线USB端连接到电脑 设备发出D的一声 代表软件自动连接成功 若是首次连接软件 需在软件中手动选择端口进行连接 首先给舵机进行上电 在软件上点击油门解锁 将节气门手动调整到全臂状态 保持节气门全臂状态 将舵机摇臂安装到舵机上 将舵机摇臂进行紧固 在软件上缓慢拖动油门 舵机跟随油门缓慢变化 直到节气门为全开状态 在软件上 记录此油门位置对应的PWM值为1417毫秒 点击油门上锁 进入软件配置系统设置界面 将PWM的最大值改为1417毫秒 点击设置 显示设置成功 关闭系统设置界面 点击油门解锁 拖动油门条 从0%至100% 此时0%油门对应节气门全臂 100%油门对应节气门全开 舵机形成校准结束 将反光贴纸粘贴到螺旋桨上 光电传感器光束聚焦的位置 一般为桨根部或桨中间部位 确保光束触达螺旋桨时 始终落在反光贴纸上 光电传感器聚焦镜头 距离反光贴纸距离为3-5厘米 旋转镜头 调整光束聚焦于1点 然后将镜头固定 进入软件配置系统设置界面 在讲页数一栏中 填写光电贴纸数量 每个讲页上都粘贴反光贴纸 点击设置 将光电传感器的光束从螺旋桨上移开 对准非感应面空气 打开传感器调试盖 按一下set键 传感器上显示set 将光电传感器的光束移至螺旋桨反光贴纸上 再按一下set键 即完成设置 光电传感器使用校准完成 测试台采用红外探测的温度采集方式 将红外传感器的镜面平行对准发动机钢体根部 距离1至3厘米 注意保持镜片整洁 避免油污遮挡 温度传感器调整完成 全部传感器校准调试完成 其他传感器出厂前均以校准调试完毕 不需要再次校准 感谢观看本期传感器校准调试视频